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了 这位小伙据说他是一位灌篮高手 来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长城的酒台的邱东 今年二十九岁 我的爱学现在是运动大男孩 幸福你就来 这期节目要嗨呀 是 邱东啊你是专搞平衡专业的吗 对 这平衡找得好啊 必须的 你知道上一 就是在你之前的那个小伙上场 他的表现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先告诉你 他刚才出场的时候把一到八都灭了 那不行 我这回从从九到十六全灭 高兴吗 高兴 高兴就给我留灯好吗 高兴 哎这这边瞬间变成小迷门了你知道吗 啊这边你看看脸拉的这个肠啊啊 真是一场欢喜一场愁度啊 灭了我们可以起手发言 这场我肯定让你领不下去 没事说说啥人们都不听 有我在你就能找得下 看没看什么叫翻身 哎呀三神你的脸上写满了骄傲 翻身了 我站那么多起了 就这边总是一排一排面 那边从来没有过 看没看到 哎呀你们这个这个这个人性啊啊 也对这雨总不能可一个地方下呀 是 现在飘过去了 是是啊那这边灭了啊 那行了接下来选一座人吧 哼 只有我知道 是 我打赌燕子你不知道 我跟你讲 一到八十以内的加减法 你还怀疑我吗 可以对这是八以内的加减法了 对对不对 这我可算明白了啊 哎呀我觉得今天那个期待吧 大家期待了啊来看一下秋冬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走入校园后开始同意 做婚礼筹划 每天就是为别人筹划着婚礼 帮别人去追爱 追求婚 做各种浪漫的事 我们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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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那期间 完成了一个最满意的作品 就是我为了追到我心爱的女孩 花了五万块钱创造的浪漫 创业创的头位血流 很累 还不挣钱 于是我关掉了这座婚礼物赐 今年我转行做了现代储备经理 现在月薪一万家 我觉得比起自己创业 现在不用操心 六号李大牙 我见过一万多块钱的浪漫 没见过五万块钱的啥样子 当时我好像把整个城市的大屏幕全包了 那个你就是说你成功没吧 成功了 我给你讲一下我那个一万多块钱的浪漫 是你身上的吗 对 发生在前半个月 朋友的朋友吧 给我发微信了 他说心情不太好 你陪我上彩虹桥溜达溜达吧 彩虹桥就是四平高铁站那边的一个彩虹桥 特别大 然后走到那了 他说今天这好像有人表白 我就傻喝的 我喝点嗓子呢 我说在哪呢 他说你看那边有烟花 然后烟花就响起来了 然后他这边拿了个这么大的响音响 还有麦克就一直在说 就是重点我想说的是啥呢 表白一定要算你好 就是那边杠眼咕咚的 往我脸上都掉那个墨子 完了这边他在这说 我就反正说到尾 我一句没听着 然后又拿出来了一个价值 大概5000左右的钻戒吧 但是老大了啊 那瞅着像两个拉似的 老大了 然后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干啥呀 就说行不行啊 其实我一句都没听着 我就觉得这种浪漫挺吓人的 结果呢 结果就是朋友的朋友 再说就想出的一下早就出了 我还上全身练干啥呢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需要很多 就是一个浪漫的形式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完全需要 走的是你只要很走心 也许对方就能感受得到 对吧 你好三水 五万块钱的浪漫可真气派 挺羡慕的 我吧 我就是我也挺羡慕浪漫的 我都三十了 我眼瞅三十了 我从来没浪漫过 完了我 没有人给你过浪漫吗 没有 以前没有出的对象 没有给你浪漫的吗 没有 就三十岁 整整这三十岁都没有人给过你浪漫 花都没收过 别着急 我一找过情人节 你自己给自己埋多花 没说吗 如果是说 你要遇见在对的人 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情人节 其实这句话就很浪漫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不一定会在乎那么大的形式 谢谢